欢迎来到我们的USLOW本媒法律第一频道 记得订阅我们并且开启小铃铛获取最新视频 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向大家介绍以前介绍过的一个案例 在今年2020年8月25号 一位在弗吉尼亚大学工作的中国访问学者 在离境美国的时候经过海关例行检查 在检查中海关怀疑他电脑中所储存的一些信息是美国的商业秘密 那么基于这些发现美国联邦调查局对他进行了调查 而且美国司法部指派了联邦检察官准备对他进行起诉 那么在之后经历了不到一个月的调查 在9月23号的时候这个案件有了新的进展 就是美国的联邦检察官决定放弃对他的指控 理由也很简单 就是这位中国学者所持有的这些信息 是他有权去获取有权存储的 那么看过我们以前节目的观众可能会了解 商业秘密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 就是他必须经过加密处理 而且不为公众所知 那么如果这些信息是相对对这位学者公开 而且他有权获得的 那就很难在定义上把它定义为商业秘密 那也就无从谈起他窃取商业秘密 这个案件解决最后看来是比较圆满的 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案件并不具备代表性 因为从事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的人员 在每一个人身上所受到的限制是不同的 所以我建议每一位科研人员和开发的人员 要在旅行之前查阅自己的工作守则和劳动合同 看看哪一些东西是不能带离工作场所的 更重要的是哪一些信息是不可以带离国境 如果不小心这些事情 被美国的海关例行检查 再提出类似的指控的话 很多案件处理起来时间周期很长 而且结局并不一定会这么圆满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 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你的法律问题我最关心